离开现场的节目了 那所以在他们准备 这个节目的同时呢 有很多的心里话 我们来听一听 就是我参加的比赛 我希望是真正的是 高手如云的比赛 希望能够看到所有人 把他最强的实力表现出来 让我感觉到压力 让我感觉我还要再 不断地努力 我希望得到大家的肯定 就是对我唱歌的肯定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说话比较 比较欠考虑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其实我想你们应该 就是说相处这么久 你们应该了解我的性格 我是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非常 追求我心目中的那种 那种音乐 那种我想要的东西 如果说我无意伤害大家的话 对不起 原谅我 其实一直来说 这个比赛的结果 对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冠军 我觉得只是一个 一个称谓 都是有梦想的女孩 这个舞台的 结束 并不代表 你的梦也结束了 你还有更多的机会 人生的每一个地方 都是你的舞台 只要你还继续地展现你自己 继续地 把自己的歌声 自己的笑容 带给大家 你有一天会实现你的梦 那你说了很多的心里话 她是一个快人快语的女孩子 那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 亮一 其实 我 梦想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一辈子都 只有一个 你每一个年龄段 每一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场合 你会感受到不同的东西 或许你今天的梦想 是走上这一层台阶 明天你会想要走上第二层台阶 所以我觉得梦想应该是 越远越好 越高越好 让自己有个不断努力的目标 你达到你 完成你的一个梦想 你就应该去追求你新的梦想 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 好 谢谢